李嘉振,李嘉振问老师的是 台肥吉隆一号肥 如果要跟静盖用 算说这两行住宅 如果要收拾要相隔多久 够多久才能来收拾 他要用在我们联务 联务的材 说联务苗 在罐头收拾的时候 要隔多久 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静盖用 静盖用这是一个硝酸盖 这大概会停很久了 因为这间全世界最高品质的硝酸盖 俄罗斯进口 那么它很重要 它是一个洁净水的含量 非常的少 洁净水含量较小 所以它的盖的成分 都会比别人高一点 所以这同时在我们 做水耕栽培 还是说在养育栽培的时候 那么这种的肥料 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纯度最高的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制裁俄罗斯 所以在短期之内 可能这个部分 还是就没有了 那么有的人说 买我这个硝酸盖 没有给俄罗斯买 可以跟北国买 北国很多也是给俄罗斯买的 比如说我们为很多地方 变成为德国 不是只有俄罗斯 我们碰到它的机会很多 我来河南买 我来俄罗斯 我没有给俄罗斯买 我来河南买 我来美国买 很多他们有时候 也是由俄罗斯去的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世界还挺有趣的 好 这个让你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这是这个硝酸钙 那么你说用这个台肥 台肥台肥有这个基隆一号 基隆一号它的氮含量比较高 26 13 13 那么这种呢 你若是这个这种硝酸钙 硝酸钙它大概就是有17% 这17的钙 那么钙呢 3%是33 但是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全部是硝酸钙钙 所以这种东西最好不要用太多 因为你吃不去 吃不去的流失掉就较可笑 所以你说这个台肥 这个基隆一号 跟这个硝酸钙 你要够多久来用 一般就是看你在管 比如说你如果是三天管一遍 还是五天管一遍 你就可以间隔间隔 来给这个管 因为这个是连部的一个材 那么材 你是生产种苗 还是说你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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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种苗这种 你若是这个生产种苗 当然要让它比较大 基隆一号 这个2比1 硝酸钙一分 是说台肥的这个基隆一号3比1 来如果是寒冷的时候 可以2比1 还是1比1去混合 如果热人的时候 热人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2比1 3比1 为什么热人 就一盒用 较多 硝酸钙用 较少 这些人应该 比较缺 但是因为这种 东西就是说 它有17%的一个 沙 但是在寒冷的时候 它温度较低的时候 它在用这种 肥料的 淡肥的效益 特别好 所以 你可以去科乳 这样搭配 两行 南座灰用 你也可以单独 比如说间隔 这两边的一个一盒 一边的一个 这个 这个 硝酸钙 至于多久的时间 就看你一次多多少 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 如果是以民族来算 以民族来算 我们通常一分点 就是说希望每一边 最好都不要超过 6公斤每一周 比如说我一周 或者一次 那么我一周 都不要超过6公斤 它这样就很安全的 你说没有我 噴库面 噴库面 你就可以 大概在300到500倍 用罐头 噴库面 如果是300到500倍 就比较危险一点点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是说 可以保持在10天左右 一个星期 7到10天 来压一次 尽量倍了借 我们可以保 如果坐 就更容易去凶到 所以这方面 在你在管理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这大概 让你稍微做一个参考